所以要來關心是不是 臺灣有要來辦 擲嬌的土甲村的消息 這交通部尾頭外面所基盤的 國際觀光土甲村的 幾位島主委的審査制度 他們這裡有這個水平會 明天開始要在 高雄跟一些外圖來電開 不過民間團體的 擲嬌的任務領域 這個水平會是由這個經營擲嬌 上官的手上來主辦 這可能就是要來辦擲嬌 去這個高峰部抗議 反擲嬌聯盟到高峰部 之前抗議演出現農業 考試高峰部已經變成擲嬌部 反擲嬌團體接觸 高峰部二十七號開始 在南臺灣 離島區辦的國際觀光土甲村 幾位島主審査制度 申請經營博弈 相關事業的 歐盟苦海公司來講的 有有涉及的疹疑 在廣納各界意見 而根本就是一個 觸土說明會 我們報告的面子 高峰部以前為頭 行業法律是不是 超逆博弈法 這是為了博弈 刪入良心定責的轉法 律師以來 為博弈需要進軍本土 流浪漏 但是高峰部批評 一切都是以法政策 高峰部目前 就是依法行政的一個原則 在進行相關的審查 制度規劃的一個建制 高峰部表示 你看之前都會來 定順專家學者意見 立法的報告也是根據 立法建設條例規定來辦立港島 將會涉及這個教授 當地民意來決定 但是反報告聯名人為 高峰部申明會立場偏步 佛弈教導部 對可能在二代 孤行博弈港島的麻祖 港島之前 古板三條以上的辯論會 繼續走不走